香港私人住宅潛在供應維持在93,000伙的記錄高位 首9個月的私樓私工量更是2000年以來最高 運防局公布最新私人住宅一手市場的供應數字 直至9月底為止 香港未來3至4年私人住宅潛在供應有93,000個 與6月底相同 其中貨美單位有6,000個 而建築中但未出售的單位有62,000個 至於屬地上可見的單位有25,000伙 單計第三季私人住宅落成量3,300伙 按規減少了4,1 但按年就增加1,7 其內施工量有2,900個單位 按規持平 但按年就減少了1,7 總結首三季 累計施工量達到19,100個單位 不僅是按年大增6,7 兼且是2000年以來最高 而落成量累計有10,700個單位 按年增加了3,500 但距離去年全年落成量就只欠600伙 來方林浩文認為 首三季私工量符合預期 估計今年和未來兩三年 房屋供應可以達標 但中長遠的供應相信就會嚴重不足 第一 太平大圍師陳超國就認為 現在香港樓市供應的單位越來越小 令到供應數目上升 供應增加也反映出政府加快賣地的成果 而樓市是否可以冷卻下來 就要視乎經濟情況而定 Ontv 東網電視財經新聞